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麻烦你又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一些急性的问题在同理疗法如何处理 题目是膀胱炎 我相信有些听众都经历过 突然间刺痛 刺痛 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一般的膀胱炎是如何形成出来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 膀胱炎其实都影响了很多人 女性就比较容易出现 通常膀胱炎的感染 都是因为有些微生菌 微生物 入侵了膀胱 所以容易受感染 有些人是很容易的 有些人是很容易受感染的人 有些容易受感染的人 有些容易受感染的人 很多时候膀胱感染的人 有时候可能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 没有什么不适的 就算你可能在种尿的文化的时候 去种菌 就算种到一些菌 但它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但有些时候 你什么感染的菌 都种不到 但有症状 所以形成一个迷 一般的症状 最常见的症状 就是急療 尿频 膀胱痛 还有下腰痛 还有小便 之前或小便 之后有一种 气消的痛 膀胱感染 所以在女性来说 就比较容易出现 尤其有些女性 在经过性行为 尤其有一个新的性倍率之下 就很多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那么 膀胱炎膀胱感染 也有时候 那些人就是忍尿忍得太久 或者是喝了很多水 也都是 因为喝水不足 也会有这个 会导致的 另外有些情况 在医院和老人院 常常出现 有些老人家 就要放尿 用了导管 因为那些症状 可能有其他某种因素 然后用了导管之后 膀胱就发炎 受到感染了 这些膀胱炎 有时候来得很急 很强的 但是也有时候 慢慢地出现 有些什么 小心的害症 当然 经常都有一种 危险 就是说 如果你的膀胱感染 处理得不好 那些微生物 细菌 就会慢慢 经过我们的尿道 走入我们的腎 出现那些 腎与腎炎 叫做Pylo nephritis 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腎感染 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腎感染 也会看到 就是发现 腰那里 就是下腰那里 就是尿频 急 亦都可能出现 腎感染 不只是膀胱 是肾炎 就是发现的痛 在背部 那里 正如大家遇到的情况之下 第一 就要看得清楚一点 看一下 这个人 是不是整天都要去小便 OK 他们小便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 不尋常的位置 就是会不会小便的时候 他可能要蹲低小 或者要坐低小便 有些症状 可能要跪在那里才摔到 尿剂的症状 就是这样 留意一下他 小便的时候 大概是怎样的 而且看看那些尿的颜色 而且尿的颜色 看看有没有沉淀物 沉淀物 通常都要用个杯子 用个干净的玻璃杯 你装它之后 你可以看到 尿的颜色 有问题 可以这样去观察 好了 停 小心听听 如果那个患者 告诉你 我的膀胱和尿道 感觉很脏 和很刺痛 很脏 和有一种刺 那种感觉 你就会想什么 想黄蜂 Apus 这个尿剂 还有 如果他说 我的膀胱 突然之间 是一种很热的 很烧热的痛 而且尿里面有出血 而且来得很突然 你想了什么 想了Canterus Canterus 我叫做西班牙烏鹰 这个是一个尿剂 尿剂 也叫做班牙烏鹰 其实是西班牙烏鹰 这个尿剂 如果他这样告诉你 他说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快快去 我忍不住了 而且 便很痛很痛 忍不住又要急 但便很痛 便会想到 Mercurius Corrosibus 就是食贡 即是水银 那一只 食贡 还有 如果他觉得 我的尿剂 痛到最后 最后的尿剂 痛得很厉害 烧得很厉害 这个是什么证形 就是Sarsaparella Sarsaparella 羊不契 是一个 Wild Licorice 就是野生的甘草 Sarsaparella 如果他告诉你 我每次有性行为 同一个男朋友 有性行为之后 便经常会感染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飞燃草 Sarsaparella 那个主要的 关键的症状 好了 所以你要听 听了之后 就要问一下 那你问一下 就是问些什么呢 就是问一下 他那个症 什么时候开始 还有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导致 还有这个症状 是不是来得很急 很快 不是的呢 是不是很强烈的呢 症状很痛的呢 如果有痛 是哪里痛 哪一种的痛 是不是 一种消痛 刺痛 知而知的痛 还有 有什么可以令到这个痛 舒服一些 或者会令到它差一些 再问一下 就是是否小便很密 是不是很急 差不多要跑去厕所 还有 就问一下 有个背部有没有痛 就是要看看 可能是神的方面 对 好了 好了 问完之后 以下就是这些 所谓关键症状的指引 是 在一般性的膀胱感染 尿导炎 通常最常用的尿剂 就是Canterus 和Staphisagria 这两种是最常用的 Canterus 就是西班牙烏鹰 斑毛 和肥燕蟲 这两种是比较常用的 好了 如果痛 好像很刺痛 和消痛 而且很肿胀 好像很肿胀 好像很肿胀 而且每一粒 最后那粒尿 好像消液的尿 尿是很难出 你想什么 所以想到黄蜂 如果那个尿导 主要是看到很多血 成杯 血流得很厉害 你就会想到 是Canterus 斑毛 西班牙烏鹰 西班牙烏鹰的症状很强烈 血很多 尿都很急 很强烈 好了 如果主要的症状 症状很密烈 很急烈 症状很痛 那你就想到 那个是 那个 那个 水银 Margurus corrosivus 就是 那个 拱 好了 那 Sars Asparela 这个 这个疗剂 对女性来说 都经常都用的 这个羊笔契 Wild Licorice Sars Asparela 对女性都比较常用得着 那么 她的主要症状就是 她的痛是 后来才会痛的 痛得很厉害的 一麦尾就特别痛 那种灼烈是特别痛的 OK 好了 如果 一般来说 譬如你用这个Sars Asparela 如果不行 就试试 那个Safasagra 和Canterus OK 尤其是 Safasagra 通常是性行为之后 引发 非燃草 Safasagra OK 那这些 这几只 是经常用得着 是很好用的疗剂 来的了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九十 都可以这几只疗剂 在急性的时候 可以用得着 OK 那我们用法 分量如何用呢 通常在急性的时候 你每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可以用的了 OK 通常用了三剂之后 发现都没有什么进展 就可以转弱 是 有下来 就继续用 尤其是复化的时候 一般都是这样 用的 到你用了之后 完全没有疼 就可以停止 再用复用的疗剂 视乎你疗剂的分量 如果分量比较高 比如200C 1M 通常用一剂 就不需要整天 去重复多次 嗯 是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处理的呢 那通常呢 就是疗剂 正我所说 应该是很快见效的 是 就是我们过去遇到这些 通常呢 如果是对的时候呢 通常很快见效的 好了 那除了我们的同学疗剂之外呢 其实在自然医药里面 也有很多工具 最简单些人都会跟你说 什么呢 喝水 是不是 喝多点水 那也很多人都应该懂的了 一定要用了这个 酸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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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平时一旦有尿急就去拔 还有要避免活动、运动 例如有单车会将尿道、旁肝受到压力 除了这些食物之外 其实有很多草药方面 例如Oregon Grape,俄勒江的葡萄草药 Butro,布鎖,Pistasewa,Ubererse 这些全是一般很常见的西草药 通常用这些每两个小时复食一剂 这些可能用茶剂、软壮、丁剂 有些人来说因为受寒也会出现 如果是这种容易受寒引化 当然自己穿着小心 也有些人会发现吃柑橘类的水果 例如柠檬、柠檬、柠檬 它都会引发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避免吃这种食物 一般来说 我通常都是觉得多喝点水 尤其是性行为之后 就立刻去放一放尿 这个可以减低你受感染的风险 好啊 袁先生可不可以帮您再详细介绍一下 今天那几种疗剂的特性 这个很重要 大家都要用一张纸写下 第一个疗剂就是黄蜂 黄蜂通常的症状就是尿很少 尤其是像灼热的 像滚水绿的尿道 尤其是最后几滴 出得很辛苦的 刺痛、消痛 还有如果你发现那些人有少少肿 有种水种 尤其是面部、眼皮、水种 这个都是黄蜂的主要症状 黄蜂的人都像蜜蜂那样 很努力的 通常个人平时都很努力的 还有一个症状 有时候尿频之外 有时候是失控的 有时候想尿便要鸭 但鸭不出 想鸭便不能鸭 尤其是在孩子 有时候孩子突然间 会一段时间不鸭 你看一个尿片 没有尿的 突然间大声哭 这个有很大机会 婴儿有尿肚炎 这个尿剂就是黄蜂 还有一个症状 黄蜂是不喜欢热的 即是热水、热饮品、浸热肉 或者在皮带里面 因为焗热 他不喜欢的 黄蜂的人是喜欢冷的 凉的风吹、凉的浸浴 或者花洒洗澡 这个都会比较舒服 他喜欢逛逛 他要坐直、站直 这个是黄蜂主要的 几个关键的阵营 第二只是坎羽 即是斑羽 就是西班牙烏鹰 坎羽的症状是很极端的 即是来得很快 很痛很痛 而且尿泥病很多时候出现尿血很厉害 很急和很密 即是比较很强烈的 当病人的感觉就好像发疯了 很辛苦很辛苦 通常他那种感受都是一种很强烈的刺痛 或者割痛、消痛、小便的时候 尿的时候一滴滴滴 每一滴滴滴滚 每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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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急去摇了之后又没有舒缓 不是摇了舒缓,摇了之后仍然是这么辛苦的 而且尿一滴滴流出来很痛很痛的 而且也会发现尿道很强烈的烧脱痛 尿本身也是有痛的 这个就是蚀拱主要的阵型 接着就是Sasparella,羊拔契,也叫野生的甘草 主要的症状就是在摇尿到尿尾的时候是特别痛得厉害的 还有一个症状,尿尿的时候是很难摇的 要特别站起来下来,以前女性可以看到 女性就会坐在厕所上,发现需要隔起来才能摇到 如摇是顾面呢,滴滴滴滴出来的 好,那这个就是Sasparella,是飞烟草 飞烟草也叫了,是蜜月期的膀胱炎 通常是在性行为之后出现的 也有时候情绪有关 是因为憤怒的情绪压抑了 是不预训或者觉得尴尬被人杂骂 这种情况会导致飞燕草的人出现这些症状 当然飞燕草的人通常都是性格比较温柔 常常想讨好人家 但有时候人家不领情 杂骂他他会鼓住鼓住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正如所说通常 很多时候跟性行为之后有关 而且他也感觉尿 好像在尿道里慢慢流出 有一滴滴的尿慢慢流出 当然他那个成因很多时候 因为是过度的性行为导致的 这个介绍了5呎 常用的和疗化的疗势 处理膀胱炎是非常之有效的 而且效果是非常之快 尤其是急性的问题 是的 所以我们制作这些特辑就是防止听众 遇到一些急性的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适当的疗势去做一个及早的治疗 不要等到变成了慢性病或者是长期或者是非常辛苦的情况之下才来找医生 当然如果是真的一些慢性病的时候就需要找一个是专业的同力研发医生帮你去解决问题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以上介绍过的疗势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